結論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 但是你的官網訂購時間又比較後面的話 就是開賣當天呢 認真去縱望看就對了啦 甚至我在過去幾乎一整年啦 日常生活中在裸機使用的情況也蠻多的 那它目前看起來呢 其實也跟新的沒有差太多啦 嘿大家平安我是阿康 上一部影片呢 其實有講到蠻多 關於你要入手Apple Watch前 你要考慮的一些東西喔 那以這部影片來講呢 除了算是補充上一部影片以外 也針對一些大家最常問的Apple Watch問題 因為真的太多人在問了 所以就拍這部影片喔 希望大家能夠選到最適合你的Apple Watch 那其實我覺得一個東西 是你最先需要考慮到的 就是你買了Apple Watch之後 它到底可以幫助你 帶來生活上的哪些改變 會不會讓你的生活變得更加的健康 更加的方便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首要的因素喔 那講到這個 你可以先去看這部影片喔 其實有講到蠻多Apple Watch的生活應用的 你可以先看看啦 就是說這些東西到底有沒有幫助你生活上的一些改善 當你決定要入手Apple Watch之後呢 這部影片才會發揮它最大的效力啦 所以這部影片呢 主要會從一些需求面 還有功能面去出發喔 那主要是會針對一些 你過去沒有買過Apple Watch 或者是說你的Apple Watch 已經算是比較舊版的 你想要升級新版的人 當作是一個選購參考指南啦 那先從一些簡單快速的功能 來幫你判別你要買哪一代的Apple Watch 如果你想要有新電圖的 你就是只能買Apple Watch 4、Apple Watch 5、Apple Watch 6 這三字而已 如果你想要有水顯螢幕的 你就是買Apple Watch 5以及Apple Watch 6 那如果你想要有血氧的 你就只能買Apple Watch 6嘛 那如果你想要跌倒偵測的人 你就是要買Apple Watch 4、Apple Watch 5、Apple Watch 6、Apple Watch SE 等等的這些版本喔 還有如果你真的想要買Apple Watch SE 給你的小朋友做一些加點共享的功能 台灣來講目前有支援電信公司 只有中華跟台灣大哥大喔 這是你自己要注意到的一個重點喔 好啦首先第一個喔 就是大家最常問的GPS版跟無線網路版 我在這部影片再認真的跟大家詳細說明一次 基本上有一個最大的原則 只要你的手機是不離身的 那你就是購買GPS版就足夠了 不需要買到GPS無線網路版 那當然啦 除非你是有一些家庭共享設計的需求等等的 那這個後面會再討論啦 首先大家會考慮想要買GPS無線網路版的原因 無非就是想說想要讓你的手錶有通訊的功能嘛 但是有Apple Watch它的設計原理就是這樣子 只要你的iPhone在身邊 它就會吃到你所有iPhone的東西 就是everything喔 你iPhone的所有東西都會被Apple Watch所存取 其實這個東西在官網上面也有講到了 就是說如果你的iPhone在旁邊的話 它就可以直接拿來接聽電話喔 不需要再透過什麼無線網路版 LT版等等的有的沒有的東西 所以這是一個大前提喔 只要你的電話在身邊 那你的預算又有線的話 就是鋁殼版的GPS給它買下去就可以了 那再來喔 大家也會問到說 如果我今天出去外面運動 我不想帶手機等等的一些問題 我們第一個會想要的東西就是聽音樂嘛 那基本上我們現在在聽音樂喔 多半也是一些串流軟體 過去那些灌音樂的模式算是比較不存在了 那但是Apple Watch也是可以使用過去的灌音樂的模式的 那對於音樂你有什麼想法的 也都可以看看這部影片 有提到Apple Watch跟串流音樂的一些運作喔 就是其實如果你想要不帶手機就聽音樂的話 其實這個會受限於你所使用哪一家串流音樂app 是Apple Music、Spotify還是KKBOX 甚至YouTube Music 這個其實受制於音樂串流軟體喔 如果你真的要嚴格來講 Apple Watch它是做得到的 只要你不在意你是使用哪一套軟體啦 那也要配對的耳機 只要你是無線藍牙耳機就可以了 並沒有限定你一定要使用AirPods 那講到運動 大家一定會想說 如果我買純GPS版 我可不可以帶出去運動 記錄我的運動數據 答案是可以的喔 就是你帶出去一樣可以跑步 那收集完完整的運動資訊之後 你再回來連到你的手機 你所有的資訊還是會同步到手機上面喔 這個是不用擔心的 你要擔心的是 如果你沒有帶手機 你只有純GPS版 你這個人你是沒有任何的通訊功能的喔 那這個就是你自己要注意的地方啦 那講到運動 我還是在強調的是Nike版喔 Nike版呢 跟一般的版本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Nike版是會多出他自己的專屬的表面 就是多一個額外的東西啦 只不過這個額外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也沒有那麼的重要 因為這些表面呢 AppWatch的表面就是讓你放一些APP在上面的嘛 讓你在指尖上直接按喔 就可以做APP的操作 但是以Nike的專屬表面來講 他能放的APP真的是比較有限的 所以用到的時機真的沒有那麼多啦 大致上都還是拿來拍照用居多喔 而且現在官網在自訂表帶是有蠻大的自由度的 但是如果你買Nike版 你一開始還是只能先選購Nike版的專屬表帶喔 如果你要其他的表帶的話 你都還是要另外加購的啦 那或者說如果你本身就想要買Nike的動動表帶 Nike的尼龍表帶 想要一條打到底的話 你不再去選購其他表帶 你就直接買Nike版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結論呢 基本上啦 功能性上都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只有插在專屬的表面 還有你一開始所拿到的那條表帶不同而已喔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個Nike的貼份 你真的很想要那個Nike的表面的話 那也沒有辦法 你就是只能買Nike版的囉 那講到Nike版的表面 當然還有Ermos版的表面嘛 基本上Ermos版跟其他一般版本也是差不多的 那以今天來講 如果你是買Ermos版本 以及甚至太金屬版本的Edition 你是還會多充電頭的喔 那我覺得這個倒是還好啦 反正呢 你選Ermos版本 它就是不鏽鋼的銀色 以及不鏽鋼黑色 再加上Ermos的專屬表面 以及Ermos的皮革表帶給你喔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啦 但是我還是覺得喔 如果你本身就已經有預算去選擇Ermos版本的話 我覺得其實對你來講選哪一個版本 那個預算應該也都是沒問題的啦 那再來那會想要用無線網絡版的東西的人 我應該跟最近的一則新聞是蠻有相關的 就是跌倒偵測 那首先如果你在意跌倒偵測這個功能的話 你要買的版本就是 Apple 4、Apple 5、Apple 6以及Apple SE喔 那這四個版本才有支援跌倒偵測這個東西 基本上呢就是在你跌倒之後 它會跳出一個偵測說 欸你好像跌倒了這個訊息喔 如果這時候你沒有把它按掉說你沒有事 那它就會幫你撥電話嘛 這個時候一樣 只要你的手機在旁邊它還是可以撥電話出去的 有些人問說如果是打籃球跌倒怎麼樣 這個東西就是你要真正的跌倒 不管你是任何原因跌倒 只要你是假裝的跌倒 它就不會跳出來 那我覺得它判定的方法就是除了你用高度以外 還有你的心跳喔 基本上人在不經意的跌倒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受啦 就是你的心跳呢 肯定會有一個小蠟拍喔 那再加上你整個人高度急劇的變化 所以Apple 6就知道你是真的跌倒嘛 而不是你假裝去摔倒喔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去玩玩看啦 那再來喔 講到跌倒偵測 一定還會有人想到說 如果我在浴室洗澡 我沒有帶Apple Watch 我跌倒的話該怎麼辦 其實我還是要講喔 防水這個東西呢 真的很難以界定啦 我不是要鼓勵你一直要帶進浴室裡面洗澡喔 雖然說我本身也是蠻常這樣子做的啦 以我自己本身在使用上來講 我一個禮拜大致上也會有三四天左右 我是直接帶進去洗澡的 如果我今天出外一整天 我是帶橡膠錶帶 甚至雷龍錶帶 那我也剛運動完 我就是直接整隻帶進去洗澡喔 那過去一兩年 我都是這樣使用我的Apple Watch 那目前使用起來是蠻順利 完全沒有任何的異狀喔 那但是我並不鼓勵你這麼做喔 因為每個人在使用上的情況是不太一樣的 就算我在浴室我在洗澡 我也是有非常的保護它喔 我不會拿肥皂直接抹它 我也不會拿熱熱的蓮蓬頭 直接強力水珠沖它 我會盡力的把手抬高 偶爾碰到水這樣子而已 畢竟其實以Apple Watch 它的防水標準來講 蘋果的跟你講 它可以拿去游泳 蘋果也跟你講 它是ISO22810標準50公尺防水的標準 你說它真的不能碰水嗎 那它寫這個出來要幹嘛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電子產品 其實衝擊量壽命 也就大概是個兩年左右 如果你是打算兩年 甚至一年的話 你就要換機 其實我覺得可以好好的使用它啦 再來就講到家庭共享設定嘛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真的就是很針對小朋友使用的喔 就是要針對那些沒有iPhone的人使用的嘛 如果你本身是有使用iPhone 去配對你自己的門號的 你就不用太擔心這個問題喔 那如果你本身你是沒有iPhone的人 你還想要買Apple Watch 那勢必啊 你還是得找一個有iPhone的人 去當你的家長來配對你的Apple Watch喔 其實就有點像是Netflix 以及Spotify主究家庭方案的那個人一樣 所以如果你本身你是屬於你沒有iPhone的人 你想要使用Apple Watch的話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還是得找到一個主帳號監護人喔 來幫你配對你才可以使用啦 所以總之要講 如果你真的非常的在意 GPS無線網路版 而且你的預算又非常有限的話 我是蠻推薦你買Apple Watch SE的啦 畢竟你可以看啦 以目前來講 Apple Watch 6 它從GPS版升級到GPS無線網路版 它的差價是3000塊喔 但是呢 你如果是Apple Watch SE 你要從純GPS版升級到GPS無線網路版 價格只要1500啊 所以Apple Watch SE很擺明 就是衝著家庭共享來的喔 因為畢竟家庭共享的概念呢 它就是要買給沒有iPhone的小孩嘛 所以你必須勢必要拿GPS無線網路版 再加上Apple Watch SE 它又是一個比較經濟實惠上的版本 所以蘋果做出這個市場策略 其實也算是蠻聰明的啦 這個東西也跟我下一個問題 要跟大家討論的喔 就是材質上的選擇 真的有太多人一直在問我說 欸阿康倫覺得要選鋁殼板 不鏽鋼板還是太金屬板 我必須要說喔 這個東西呢 真的是無從比較起啊 因為首先 我們先來看價格差異就非常的大 你買一支不鏽鋼 太金屬板 大致上都可以是買兩支鋁殼板的價格喔 所以你說真的要把鋁殼板 太金屬板 不鏽鋼板放在一起比較的話 我覺得是不太公平的 因為這是價格差距兩倍的東西喔 會在意材質的人 一定會在意保護性上的選擇嘛 雖然說台灣官網是沒有特別講說 鋁殼板它的表面是用什麼材質的 但是你可以在美國的官網找到喔 美國的官網呢 是有很明確的標示出 鋁殼板的機種 它是使用強化玻璃的表面 而不鏽鋼與太金屬的機種 它是使用藍寶石的表面喔 那當然有些人會爭論說 畢竟AirPods上面所使用的藍寶石材質 也不像一般精品機械表 來的用料那麼好喔 它絕對比鋁殼板的強化玻璃還要好一些嘛 如果你真的很擔心它會受傷的話 基本上就幾個保護措施 保護殼啊 Apple Care Plus啊 還有你在生活上 你可能就是比較注意一點嘛 這是你可以掌握到的幾點因素喔 說真的也很多人在問我說 欸哪個品牌的保護殼比較好 其實很多保護殼品牌 我也都有摸過了 那基本上我會丟上YouTube頻道的東西喔 代表說品質上都算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就看哪一個品牌的外型 哪一個品牌的價格是你可以接受的 你就買它就好了 你可以打某個保護殼的品牌名 再加上阿康兩個字 你就會看到我過去的開箱影片囉 那最簡單的保護方法就是保護殼的保護貼嘛 但是你就會犧牲掉整個操作上 以及運動上的輕便性 那以我本身來講呢 我大致上在運動我都會直接裸機 甚至我在過去幾乎一整年啦 日常生活中在裸機使用的情況也蠻多的 我稍微有時候想到 想要換個顏色不同的穿搭搭配 我才會去使用不同品牌的保護殼喔 那它目前看起來呢 其實也跟新的沒有差太多啦 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要判定你到底要不要買保護殼 保護貼甚至買Apple Care Plus 真的沒有一個很標準的答案 因為每個人生活環境就是不同嘛 像我平常工作環境就是自己家啊 偶爾外出就去吃個飯看個電影等等的 說真的周圍也沒有什麼太多危險的東西喔 但是如果你在工作上 你可能碰撞會比較多的 那你就是自己要有心情準備 你要用一些保護殼、保護貼 甚至你要購買Apple Care Plus 或者你就是說要買到 不鏽鋼以上的版本 而不要買鋁殼版 這個基本上都是看自己的選擇喔 畢竟這就是一個保險的概念 說真的到時候會不會出事 沒有人知道 會不會買了用不到而白花錢 那目前也沒有時光機 所以也沒辦法跟你講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嘛 所以這個真的還是回歸到一個很官腔的回答啦 你會擔心 你就保護 你就保險 那你想要隨機方便的使用 就是全裸機給它下去嘛 那但是話又說回來 以Elpush來講 它就是一個電子產品在使用嘛 那以通常來講 勢必也是兩三年就要換衣機了 那有需要買到不鏽鋼還是太金屬版嗎 我覺得還是看每個人預算區間啦 有限就是說我預算有限 我就是買個一萬多塊 兩三年換一支就好了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多花錢升級到了不鏽鋼太金屬版 那多出來這一萬多塊的差價 用兩年去分攤 我也覺得不會痛 那你就買不鏽鋼版嘛 回饋到一個結論 就是這個錶是要戴在你手上的 你自己戴的爽 看的開心 使用起來又安心才是最重要的 畢竟這個很牽扯到審美觀的問題啦 好啦 再來補充一下 上一部影片講到了 為什麼我買Elpush 3的原因 其實很多人在講說 反正我就是要看Line 反正我就是看通知 反正我就是拿來運動而已 我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買在Elpush上面 我其實就買Elpush 3就夠了 你回過頭來想 如果你真的只是想要拿來 簡單的運動 簡單的看通知 那你真的有需要買到Elpush嗎 會不會其實小米手環 就達到你的需求了 那當然有些人會考慮到 可能偶爾想要使用其他的功能 既然你會想要偶爾使用其他功能 為什麼在現在這個時刻 不買一個好一點的呢 畢竟我們用認真的系統去算 現在的Wash OS 7 已經是沒有支援Apple Watch 2了 所以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測來講 Apple Watch 3 明明也不會支援Wash OS的更新了嘛 所以等於說 你現在要花了6,900去買Apple Watch 3 結果你只能用一年 那現在推出的Apple Watch SE 基本上我們都還是可以預算 它可以用個兩三年嘛 你用6,900下去算兩三年 是不是你會得到大概一萬二的這個價格 但是實際上 Apple Watch SE 卻只賣你9,000多啊 算起來不是還比較划算嗎 所以除了上一部影片 所跟大家討論到的 各種不建議你買Apple Watch 3的理由 還有這部影片所跟大家講到的 價格的年限換算問題 我讓大家自己去思考啦 如果你真的還是要買 你就只想要簡單的功能使用 買來玩玩體驗看看就好了 那其實也沒有關係哦 我還是要講 它的基本功能也都算是蠻完整的了 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使用 Watch OS 的新表面的話 那如果你是有買到 AirPods 4、AirPods 5、AirPods 6、AirPods SE的話 目前所有的Watch OS更新的新表面 你也是可以使用的 或者說你可以撿到一些很便宜的AirPods 3 那要不要買其實也都看你自己啦 不過說真的 不要來問我說很便宜是多便宜哦 這個東西呢 看你自己口袋的深度啦 畢竟每個人財務能力就不同嘛 有些人覺得100塊 沒什麼有些人就覺得50塊很嚴重哦 畢竟錢也是你自己出的嘛 其實認真想起來 我也是沒有這個資格好去阻止你的啦 自己買起來覺得OK 可以不後悔也是沒有問題的哦 那當然有些人會考慮到 不過我現在買台灣的版本 那我未來去香港啊 去新加坡啊 去美國等等的地方 我可不可以到時候開通 新電圖這個東西 基本上要正規開通新電圖這個東西 就是跟蘋果所官方開放的地方有關哦 以目前來講台灣呢 是尚未開放新電圖的地區哦 蘋果在把Apple Watch 要出貨到台灣來販售的時候 它就會把所有在台灣販售的序號 所作為一個鑄器了 這些序號的東西都不能開通新電圖 所以是不會存在說我現在先買 然後到時候我到新電圖 已開放了國家地區 我去香港直接再開通就可以了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如果你在台灣買 你就是必須要等到 台灣的正規法令開通之後 你才可以使用 那不過台灣也傳出 是有正式通過相關法令的 我們可以預期在未來幾個月 都是可以很快使用新電圖的囉 那就是未來通過的時候 透過系統上的更新 你手上的Apple Watch 4 Apple Watch 5 Apple Watch 6 都可以使用新電圖的囉 那當然啦 目前也是有一些黑科技 它是不受所有地區限制的 那這個我就不特別教學了啦 那就是自己上Google打關鍵字 自己找找看新電圖要怎麼開通啦 還有再來就是大家一直在問說 欸阿康為什麼你的訂購 出貨日期是這個時候 而我卻是另外一個時候 欸阿康我現在在官網訂購的時間 已經跑到10月了 我開賣當天 我去實體店面 我會不會有東西 其實現在官網是比較特別的 是可以讓你自選錶帶喔 所以你選購的Apple Watch 除了你選購的版本顏色以外 也會根據你所選擇的錶帶有時間上的變動喔 所以這才是為什麼造成 每個人下單的時間差不多 但是每個人收到貨的時間就不一樣 我還是要講喔 這個東西呢 理論上最快的方法 都還是在官網先訂購嘛 那等到9月23正式開賣的當天 你可以去撞撞看各大實體店面 那如果你有貨的話 就把你網路上訂購了給取消嘛 那這是一個標準原則喔 但是呢 到時候開賣當天實體店面 到底有沒有貨 其實說真的啦 我也沒辦法給你一個答案喔 因為各大實體店面 他的倉庫也不歸過管啊 我怎麼會知道他們的貨員 到底充不充足呢 結論就是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 但是你的官網訂購時間 又比較後面的話 就是開賣當天呢 認真去撞望看就對了啦 好啦 基本上呢 這幾個問題就是 目前大家都一直在問的喔 希望是能夠有幫助你解答到一些問題啦 如果你還有哪些的問題 有的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囉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喔 如果喜歡影片 別忘了按讚 分享 訂閱和開動 並且打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